有好消息,中国制造的动车终于来到了南美大陆,为智力运输行业带来了一场速度的革命。 这些高速行驶的火车以出色的性能和先进的技术,让整个智力燃起了热情。 它们不仅提供了更快、更稳定的交通,还将带动当地经济的腾飞,为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近日,中国制造的动车在智力起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 这些火车经过中国工程师的精心设计和制造,刷新了南美的速度记录,为智力的运输行业带来了一次真正的变革。 智力,作为南美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对于交通工具的需求一直非常迫切。 但是智力这个国家国土面积最为狭长,拥有着多山的地形和多变的地貌,传统的交通方式并不能满足智力国家地形要求。 不得不说,智力引进中国造动车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 不仅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也提高了运输效率,为智力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智力当地时间的1月19日,在圣地亚哥阿拉米达中央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新列车上线仪式。 这一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电力内燃双动力动车组,正是在智力国家铁路阿拉米达至库里科区间载客运营。 这一刻,标志着我国首次出口国外的双动力动车组正是在智力投入服务,也意味着南美洲拥有了最快、最现代化的列车。 当天,在智力圣地亚哥中央车站、智力政府官员和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等为中国制造的新列车剪彩并乘坐首发列车。 同时,交通电信部长穆尼奥斯在仪式上说,智力铁路从此拥有南美洲最快、最现代化的列车。 这对智力及整个地区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刻。 它绝对和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列车一样好。 中国造新列车上线后,智力铁路列车商业运营速度历史上第一次到达时速160公里,阿拉米达到库里科只需要两小时,比既有列车缩短了20分钟。 是当前智力和南美洲最快的轨道列车刷新了南美速度。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主任设计师王精军介绍,此次上线运营的新列车是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为智力国家铁路量身打造的现代化双动力动车组。 具备速度更快,技术更先进,载客量更大,乘坐更舒适等优势。 其最大特点是配有内燃动力和接触网供电两种动力模式,行驶途中可不停车切缓动力模式。 具备在电气化区段和非电气化区段间混跑的能力,提高了车辆适用性和可靠性,满足智力当地运营需求。 同时采用先进的磁轨制动技术,列车制动能力更强,紧急制动距离比同速度等级动车组更短,更好适应当地复杂线路条件。 列车采用人性化设计,为旅客带来全新乘坐体验。 车门处专门设置间隙补偿器,乘客上下车更安全。 座椅可调节靠背角度并增加腿托,提高了舒适度。 车内配备LED信息显示屏,无线WiFi,充电插座,带除湿功能的空调以及咖啡餐巴区等丰富的旅客服务设施。 还专门配置了轮椅区和多功能无障碍卫生间,方便行动不便人事实用。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在2020年与智利国家铁路公司签订阿拉米达至其连线车辆项目供货合同。 包括6列时速160公里电力内燃双动力动车组,用于升级智利铁路客运服务,是智利首个双动力动车组项目,也是我国双动力动车组首次出口国外。 阿拉米达至7连线全长400公里,经由4个大区共12个车站。 此次投入服务的双动力动车组有两列,运行在该线路阿拉米达至库里科区间,是新车上线第一阶段。 后续四列车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部投入使用,届时新列车运行区间将进一步扩展,覆盖阿拉米达至其连权限。 作为智利和南美最快的轨道列车,这些中国造动车组全部投入使用后,将有力提升智利国家铁路的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阿拉米达至7连线的旅客运输能力,缩短沿线运行时间,改善当地数百万民众的出行质量。 2018年11月2日,中国与智利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中治关系新篇章。 智利国家元首曾两次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方共商合作大计。 智利外长也曾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随着中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时走深,两国将形成领域更宽,结构更优,动力更强, 质量更好的合作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是第一个同心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中治关系长期走在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前列。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治签署中治新能源合作备忘录, 以推动两国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投资领域的双边合作。 2022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智利总统伯利奇。 双方就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达成重要共识。 据小编了解,近些年来,中治两国还在基建以及进出口贸易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首先在公路类型项目领域,2021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额中, 中国企业在智利新签交通运输领域项目共有四个。 其中公路类项目两个,地铁和铁路类项目各一个。 在公路类型项目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2月,中国铁剑中标智利5号公路塔尔卡七连段项目。 该项目是中资企业在海外中标的首个公路PPP项目,也是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在可在生能源领域,2021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中, 中国企业在智利新签电力工程项目共有三个,均为光伏类项目,合同总金额达3.1亿美元。 在新能源领域,中资两国合作空间较大。 统计显示,中国在拉美的绿色投资增长迅猛, 已由2021年9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3亿美元。 长期以来,中国与智利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 2005年,中资两国签署自贸协定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2019年3月,中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生效,双方相互实施零关税的产品达到约98%。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上半年,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额达333.8亿美元。 中国是智利林产品、葡萄酒和新鲜水果的主要出口市场。 自2016年起,智利成为中国第一大鲜果供应国。 智利每年向中国出口大量农林牧鱼产品, 每一个获准舒华的农产品品种在智利都拥有数千至数万公顷的种植面积。 其出口支撑着智利大批就业,为智利农村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智利也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之一。 资料显示,当前有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智利市场。 智利国家机动车辆协会的数据显示, 中国品牌占据了智利2022年中青型汽车的销售份额约33%。 再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两年,去年10月5日, 在智利今年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以优惠原料价格生产高附加值里产品的项目招标中, 中国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和比亚迪胜出。 从而,使中国在争夺智利白色黄金资源的全球竞赛中处于优势地位。 随后,青山控股集团和比亚迪也是先后分别投资了2.33亿美元和2.9亿美元 在智利北部建设锂电池材料工厂。 据悉,智利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开采锂储量之一。 再到今年1月16日,由中国铁剑承建的智利科金博特许经营医院项目奠基仪式, 在该国科金博大区科金博市举行。 该项目为中国铁剑在海外首个特许经营医院项目。 科金博医院项目位于智利首都圣迪亚哥以北, 约470公里,是中国铁剑在海外的首个特许经营医院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14万平方米, 设置有605张床位和22间手术室。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该地区最大规模的综合型现代化医院, 辐射附近三省98万人。 据中国铁剑介绍,自2021年以来, 铁剑国际依托专业的施工能力, 高质量履约能力和良好的社会口碑, 在智利市场连续中标了科金博医院特许经营, 智利神经外科医院特许经营, 智利奥西金斯医疗网络特许经营三个医疗类项目, 打造了中国铁剑在智利医疗类项目建设的特色品牌。 智利总统伯里奇当天出席奠基仪式并致辞说, 健康是智利人民的权利, 科金博医院建设将帮助当地人过上更有尊严, 更幸福的生活。 他表示, 此类重大公共工程将帮助智利满足人民对更优质, 更及时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 他对所有参与建设者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 科金博医院作为当地的重大公共工程, 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 为当地民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不断增强民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金博士长阿里·马努切里在讲话中对中国铁剑展现的中国速度表示赞赏, 期待与中国铁剑在科金博士及周边地区开展更多合作。 随着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致力与中国积极开拓更多合作模式, 双方目前已经在同冶炼技术和理资源开发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乘着一带一路合作的东风, 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不断迈向新台阶。 感谢观看